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今天来看一张微星的显卡 微星红龙老牛逼了 这是一个微星的1080Ti 红龙上热器漏液 滴在显卡背面导致黑屏 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很棒啊 上热器漏液 真的是水冷从入门到里培啊 透过这个背板已经可以看到 显卡内部已经是不成样了 把背板拆开呢 可以看到在核心的背面 已经是大量腐蚀 这估计这个卡组所说的拆开 应该只是把背面给擦干了吧 拆都没拆 给CPU上水冷 却把显卡给搞坏了 真是一对冤家呀 正面其实也还好啦 底下 核心底下好像有一点点的腐蚀 但是不严重 这个螺丝孔这里 应该是螺丝孔这里 剩水 剩了一点水过来 修之前呢 先来看一下核心也没有歇壁吧 1.8V没短路哦 显存供电也没短路 PEX供电阻值正常 好 只要这三个没短路 那核心基本上都还健在 浸水有点多 腐蚀面积有点广 像这种情况先送去水洗烘缸 水洗的过程直接跳过 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洗的还是比较干净了 核心底部 这个位置掉了一个电阻 像这种进水 最容易导致的就是电阻腐蚀掉焊盘 看这个电阻腐蚀了之后 它的焊盘已经很脆弱了 轻轻一推就掉了 轻轻一推 这个焊盘上面一点锡都没有 电阻已经脏不上了 那么同样这个电阻 肯定也就不能正常工作 像这种焊盘腐蚀的 要把上面给刮干净 因为最上面一层都氧化了 不刮干净的话 是不能上锡的 刮到露出铜来 这样的话上点焊油 烙铁一烫就可以上锡了 抹上一层焊油 轻轻的用烙铁烫一下 这焊盘就算修复好了 然后再给它找同参数的电阻 这几个位置掉的都是些电阻 这边是一个100K的电阻 这里不仅电阻焊盘坏了 而且还断线 这几个电阻有些是给核心供电的 有些是上拉电阻 具体呢还是要看图纸与点位 按照上面所标识的阻值 焊上去 焊油清理一下 这个位置还有一节断线 先给两端上点锡 再来飞线 切好线之后把它割掉 OK大功构成 再把残留的焊油给擦一擦 很快是不是 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快 其实也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最后检查一下 其他地方没有明显的腐蚀了 简单拼一下 再来上机测试 不出意外已经可以正常点亮了 进入系统导上驱动 跑一遍卢道师看一下 跑分有没有问题 因为那几个位置的电阻 容易影响它的性能 那几个电阻是用来设定 这个板子的运行频率的 卢道师测试没问题 再来跑上一遍3D Mark 也都可以正常的运行 看来几个电阻换对了 看一下最终的3D Mark跑分 跑分正常没问题 合不想计 哎 看一下 要不想计 探索 是